這個字 像不像狗 狗屎嗎 什麼什麼屎 狗屎 這在講你 狗屎 我們要出發去 民間公園 現在滿開心的 都是吃的 就好像很教友一樣 所以每一天 都要吃午餐 飯堵 雞肉 一喝這個 餅乾雪 就有浴室 但這個是 上路的點 換個說法 就是跑過來 路上的點 慘 而且我昨天有發生 一件奇怪的事 就我前幾天的時候去探險 手臂上多了一條 山塘 可是我根本沒有去 跌倒也沒有去撞到 我家的狗 都沒有見到他 為什麼最近要吃那麼多 我想要變更重 但是我變更重的 就知道我的臉會變胖 所以我就在那個 吃的多魚 捏的多之間掙扎 他第一天的時候 打了17通給我 沒接到 他在打了17通 他自己 不知道怎麼遷入我家 第二天 他直接碎過頭 第三天好不容易 正常一點 四天就是今天嘛 直到 直到我 我此生就沒有辦法看 我陸續在畫了 黑暗大陸啊 只要不缺錢 就這樣子 真有溫 要炸嗎 不要剪掉 大麻 對 怎麼突然回到這個地方呢 剛剛看到那個影片 就是 出發之後的我 現在的我 是出發之前的我 今天能夠去民兇鬼屋 跟我們下禮拜要去花蕾的女樂部 就是要感謝一下 今天的贊助商 RAID 突襲暗夜傳說 大家也知道我現在是在製作手遊 從我的觀點去看呢 我覺得他有別於現在市場上 Q版是手遊 他走的反而是寫石派的路線 很像我們以前會玩的一些經典遊戲 比如說像天堂的陣影 魔獸世界的 瘦人 半獸人 妖精等等的案件都有 他每一種陣影裡面呢 都有非常多的英雄 像我自己以前在玩這種遊戲的時候 我就非常喜歡法師跟精靈的人數 所以呢 我這次選擇的就是 暗黑精靈的凱爾 還有暗黑軍人 積極手跟神聖會的 戰爭祭司 以及十字軍戰士 每一個陣營都有他 對比武士 所以他們就甚至在森林 被路過的人收取過路費 而凱爾也有全體技能 讓敵人全部撞鼓 右方也會統計他的戰力 跟其他玩家對此英雄的評分 非常適合有收集癖好的玩家 而他除了這些回合制的闖關體驗 能夠參加不同的錦標賽 像是蜘蛛洞穴 雪巨龍蜂等等 可以在裡面收集到 豐富的獎勵及裝備 也可以去競技場 挑戰全球不同的玩家 而最後透過下方簡介欄連結下載遊戲 可以外獲得 50個秘書碎片 50個寶石 50萬銀幣 以及一名稀有英雄 處角者 以上的獎勵記得要在下載後 30天內到收件箱裡不去 喜歡的朋友記得趕快點擊下方連結 下載 瑞克突襲暗夜傳說 現在已經到了 明凶鬼屋 他是全台十大鬼屋之一 之前甚至有纏連過第一年 連續好幾年 代史還有一個朋友 在明凶鬼屋發生了事情 我朋友他聽那個警文之類的 台車來這邊的時候進去都還放 愛玩啦 想說那個古警有發生事情 腳直接踏在古警上面 就發現就是說 欸腳上有莫名的 瑜琴做夢做了好幾天 就是有去給師傅處理 想說你本身是沒有在修行的人的話 聽經文 有可能會招來比較不好的事情 所以師傅就跟他講說還是少放 如果你沒有在修行 只是想求個平安的話 對今天呢就是因為 代史貢說的這個故事 所以我們就打算放照到他的朋友 古警那邊放經文 看會不會長來一些東西 可是已經不太清楚這個地方 到底是真正的鬼屋 還是觀光地點 因為鬼屋旁邊有一個咖啡廳嘛 網路上也沒有那麼多的資料可以參考 大家又在重口塑精的狀況下 不如就問當地 咖啡廳的老闆 他們知道這裡面到底才有沒有鬼 就進去那個咖啡廳吧 現在來到這個是旁邊的咖啡廳 我是覺得他這個菜單超屌的 白無常啊黑無常啊 收金茶 很Local的名字 也蠻酷的 後面上還有一些講解 鬼屋的事情 以前這邊有駐紮日兵在這邊猝死 投井自殺的女傭等等的傳說 我們這邊收金茶 去問問老闆怎樣 剛剛說有一些關於鬼屋的問題 可以問一下你嗎 畢竟他是鬼屋嘛 以前跟現在是真的有差了嗎 其實以前只是因為 晚上學生那些部長會改天探險 人會說他感應得到 但是沒有遇過說有可能出過什麼事情 那這個鬼屋裡面有沒有什麼 當地人說不能靠近的地方 沒有 因為其實這邊一整排都有住人 會覺得恐怖的 住在比較外門的一點神秘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宗教團體 拿一些法器啊 如果要來這裡收搖 有沒有收到你不知道 好 謝啦 打擾你了 謝謝 差不多了 他們都被收到耶 就會有說說我收到我好厲害 然後之類 哦 所以其實跟你們比較無關 對 其實啦 好 了解了 謝謝喔 謝謝 來 問完那個老闆娘 我們就大概知道說 這個地方有體質的人就說有 沒有體質的人就說沒有 哈囉 哈囉 妳好可愛喔 妳有在這邊看過鬼嗎 嗯 我也覺得 這邊是不是很多大哥大姐也會來這邊找鬼對不對 同學也會找 那妳相信有鬼嗎 不 一樣是 住在民雄鬼屋旁邊咖啡廳 老闆的兒子不相信有鬼 誰會有鬼啊 但是很多人就都說我看過鬼啊 妳同學應該有看過吧 他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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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被騙了 好 我們不要被騙了 不找鬼回家了 對 我們剛剛進去問完那個老闆娘 老闆娘也說他覺得這個地方見仁見智 弟弟也說他從來沒有在這邊看過鬼 還是先進去看看吧 看裡面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民雄鬼屋的入口 他這個入口其實還有保留一點鬼屋的氣氛 這個地方晚上竟然還是有陰影的感覺 我們現在 主要目標呢 照你朋友說的那個古井 日軍槍的彈孔 這兩個地方 然後我們要在那邊放 經文 上過那個入口 然後就來到了古井 我往下面看一下 點 真的是點 女僕就在這個井 頭井致敬 所以就開始有那個女鬼的傳說 我就在這邊放經文 拍一張照 看我不會發生什麼事 放放經文看看 你朋友都是聽什麼經啊 大悲咒 班羅 菠羅 蜜多 星期 這種 你覺得我會被抓嗎 應該是怎麼會啊 其實在這邊放這個歌 還滿有中國古風的這種感覺 有感覺有什麼奇怪的事嗎 現在 我也覺得還好 這道是不是因為白天 我覺得蚊子比較可怕 我也覺得 但因為我們等一下晚上還要拍東西 所以就只能在這邊待到白天 我們現在大悲咒放完了 我們就自拍 1 2 3 欠錢不還 欠錢不還 因為是大白天 要走進這個地方其實也是蠻恐怖的 還是有那種感覺 看一下蛋孔在哪裡 蛋孔應該在背面 外面喔 裡面一直有聲音 但裡面的聲音是樹葉掉下來的聲音 然後這裡有一個廁所 有青綠吧 有青綠 一支燒火山 一支燒火山 所跟房子是乾濕分離的 在以前來說是非常大的豪宅 我們要找的那個蛋狗 會不會已經被樹幹埋住了 還是另外一面 為什麼一直有沾跟漿啊 他們到哪都要寫 他們已經站在這邊 我想到那些 嗯 你說那些喔 上面啊 最上面啊 喔 看到了 天啊 這麼高 怎麼轟的啊 那那個蛋孔 據說就是有日軍的哨兵 在這裡駐紮的時候 被不知名的女鬼迷惑 引槍致敬 上面就烘了一堆蛋孔 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在這個地方 放那個經文 看會拍到什麼 好 要跌尾了 剩10秒 沒了 你有覺得哪裡奇怪嗎 沒有 3 2 1 我們自拍完成 大堆手也放完 目前是都沒有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這個地方感覺是真的還好 可能跟那個老闆講一下 這個地方變的觀光區吧 開這個地方吧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們訂閱分享 欸咻 哎呦 什麼東西 看一下看一下 青蛙啦 喔 嚇我一跳 嚇我一跳 那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呢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很喜歡 謝謝大叔王狗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等一下就拍一下那個廁所的過場 鬼屋的整體過場 緊的我外部也補一下 好緊的也補一下 然後這些字什麼的 都可以補一下 欸我剛剛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什麼 我剛剛對焦二 我剛剛照到二樓還三樓的時候 它突然人臉便是有對焦到 真的假的 對啊你看又對焦到 欸錄一下 錄一下 又沒有了 我剛好看到 然後緊補一下 感覺這樣 我去補一下那個 黃狗 蛤 等一下 等一下喔 你來看這個牆上刻的 什麼東西 你看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什麼東西 它是不是寫 這個是 那麼像狗 狗屎嗎 什麼什麼屎 狗屎 這在講你 狗屎 你如果這樣講的話 那你不如說這個其實也還蠻像王的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它還好 因為可能是別人亂畫的 對啊 你看欠錢不還 感覺就是人畫的 對好 要讓我在意的是 旁邊的這一個 新阿姆斯特朗旋風噴射阿姆斯 這是什麼BX那個火箭 對 低軌道衛星即將升空 改變台灣的生態 就靠那一根了